丁师傅家边上的大义农贸市场是2011年建造的 丁师傅说当时围着市场一周都保留了通道 丁师傅说市场建完以后市场南边的邻居家进行了老屋翻新建起了新楼房 丁师傅告诉记者邻居家的房子造好以后又在市场南边的通道上方搭建了一个钢棚 还把通道包进了自己家里装上了卷闸门 丁师傅说钢棚是靠着市场南边的围墙搭建的 丁师傅说靠近市场南边的围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 他觉得是邻居家的钢棚造成的 丁师傅表示这个问题他已经反应好多年了 但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记者找到丁师傅邻居家里敲门以后 一位大伯给记者开了门 他也姓丁 丁大伯邀请记者上了楼 提供了他儿子的联系方式 记者打了过去 从到当时村里还给你们 就整块地址还给我们建房子的 你们有那个图子的吗 图子是没有啊 农村房的图子们也是自己画的了 就村里给你们的 村里给我们的 丁师傅的邻居丁先生在电话里回应 他们并没有私自把通道包进自己家里 通道是村里批给他家造房子用的 丁先生说 邻居丁师傅就是在找麻烦 因为两家人一直有矛盾 丁先生告诉记者 他们家没有围墙和院子 没地方停车 刚好邻居丁师傅家后面有条通道 也比较宽敞 方便停车 他就找丁师傅商量 丁师傅说 他家后面的通道 他是花了5000块钱 从邻居家买来的 当时邻居丁先生找到他 也想出5000块钱再买过去 他没同意 因为这个事情 两家人就有一点不愉快了 丁师傅告诉记者 之前他把房子租给别人做服装 丁先生家举报服装厂无证经营 丁先生说 这一次是丁师傅在找事情 他无理取乱 你去理他干嘛呢 两家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一时很难调和 记者找到了大义村村民委员会 可能因为午休的原因 没有见到人 记者联系上了村里的丁书记 村里批给他家没有这个说法 以前我们这个造 这个卢帽石山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 没有做书记 周边是一圈是三米的通道 三米三米中流起来的 确实是通道 前面一户人家的通道 后来他私人是占用的 丁书记否认了丁先生的说法 他说是丁先生私自占用了 市场的通道 但他同时表示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 还是比较棘手 因为这么多年了 包括边上一户人家 也举报了很多次了 一直是无果嘛 每间看历史的问题了 你们有评估过 他强道不是有些裂缝什么的吗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的 哪里 就是我们那个 龙帽石山的裂缝 对 这个道理我也说不出来 记者又联系上了 瓜立镇城市管理办公室的 楼主任 他之前在大义村 做过村书记 楼主任告诉记者 之前一直没有处理 事出有因 市场和这个农户 家确实比较近 这个农户它没有 我们农村里家 那个围墙到底也没有 按照我们这里 当年的那个 违章建筑的整治的要求 要控在 就是单体在60个平方以内的 可以暂时保留 有这么一个说法 它基本上在这个情况以内 楼主任说 通道的面积 大概在50平方左右 没有达到当年 违章建筑整治的要求 他们也找消防过来看过 也算不上 占用消防通道 我们在消防的角度 我们当时消防也来看过 总体的消防 它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周边都是通的 按照城市建筑的相关规定 它又不适用这里 因为它是农村建筑 它这个建筑 什么那个城市建筑都有规定 农村建筑 它也没有这个规定 虽然处理有难度 但楼主任表示 这个问题到时候也会解决 市场有一个要求 是要重建了 因为市场时间也比较长了 村里的已经立项了 他们考虑 村里也考虑 报上来说 我们到时候一并处理 要把18黄金也记住报道 孔村建筑 whis